这个三变数呢不只是一个理论呢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只要你有像这样一样的东西啊 那就是在有法手上所拿到的这个三变数 我们看到这上面的颜色啊 那其实呢这些颜色都代表了不同的意义 那其实在这次的这个讲座当中呢 其实也学到了很多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三变数当中呢学习更多 然后呢让你的生活更精彩更有目标 好各位朋友这个时候呢在我身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创办人 三变数创办人陈大师 陈大师你好 你好你好大师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讲座呢 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 因为呢我想我们的陈大师 没想到你做讲座的时候还这么精彩哦 没有就是我希望把这个三变数呢 带给任何人都有带来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磁场 然后能够带给各大种族也好 就是不包括我们限于华人 是是是那其实呢 刚才尤发也访问了一个来自越南的朋友 那其实呢对于这个陈大师来说 我想我们这个三变数呢已经走向世界了 不只是在这个泰国 在中国 那么在越南 其实呢也有些朋友呢 对这个三变数也有兴趣的 那其实呢这个三变数我们刚刚也说了 刚刚也访问了一位王教授他说哈 他说这个呢其实跟一些中医的一些理论 还有这个天地间一些大自然呢 也有很大的关联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陈大师 其实在当时你为什么会忽然想到这个三变数 为什么会想到用颜色来探讨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颜色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打从我们婴儿出世的话 第一道白光 他们baby出世的时候 他们就会慢慢地增开 那一道光就是颜色了 然后慢慢就适应了整个环境 它环境就慢慢地适应 它慢慢增开了 慢慢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 所以它就婴儿就会适应 就是开始就晕扬起它的那个本能的那个方向 它的眼神就会转向任何方向都它会转 是 那其实呢在刚才的这个讲座当中呢 其实尤发也听到了 就除了所有的一些三变数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理论之外 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所谓的风水的东西 那其实在这整个课程当中 我想问一下师傅 师傅刚刚才也提到有闭关 那其实师傅啊 你在闭关究竟有多久呢 其实我严格来讲闭关是十年 所以相等于是十年来讲 就是分为八个小时嘛 三八二十四小时 相等于是三十年 你就必须要跟外界 就是有脱节 就是要把整个精神去做research 就去做很多研究的工作 其实我想可能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不了解什么叫闭关 那闭关是不是我们在看这个武侠的小说或者是看这个武侠片里面 就坐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谁都不见 那只是吃饭拉撒都在那个房间 就是里面有厕所什么之类的 就外面的事情什么都应该不管吗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那是怎样的闭关呢 其实闭关有很多种 象征是传统的方式呢 像好像有一些和尚闭关 他们会找一个山洞 然后就是不见外人 就是有专人来伺候 然后好好的修炼 那我的形式的闭关呢 我还是会吃喝拉撒自己去处理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不去应酬任何一些无谓的一些人的事情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然后把重点锁定在说你要找的一些资料 当然在这个期间我也要出去买一些教科书啊 所以我闭关买了很多书 在这个书本里面 书中自有环金物嘛 所以在这个书本里面 得到了很多新人的一些智慧 我们从这边慢慢的把它这个取息精华 取息超播 把它这个精华全部吸纳了 然后把它编成这个三变素 再来发扬光大 是的那其实书本如果说你们还没有机会 上我们的这个陈达师的课的话 没关系的 您还是可以在这个网址上 找到我们的陈达师的一些点点滴滴 好了那这边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这个陈达师 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讲座 那我想呢也要祝贺我们的陈达师 希望你呢就是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对了也祝贺大家 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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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